大家好,我是DecentraliteHK 其實在前幾屆的G0V我們都有開坑需求大家的協助 也很感謝G0V讓我們找到很多長期參與 然後熱心貢獻的夥伴 那想藉著這次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然後我們是如何做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是說 因為其實在這幾次G0E我們有發現 很多人其實對我們使用的一些區塊鏈的藝術有所興趣 而且可能像上午很多的提案都會提到一些關於備份 關於區塊鏈相關 所以我們想藉著這次機會跟大家分享交流討論 那我們覺得這些技術都可以應用在很多的方面 所以也歡迎等一下在短講結束後 大家可以來後面找我們交流 那首先我們DecentraliteHK在做的 其實就是用區塊鏈的技術來備份香港的保存 那其實除此之外 在前幾個月我有看到一則新聞也蠻有感觸的 就是公視的片庫其實遭到廠商的霧刪 大概被刪了四十多萬筆 雖然後有一些拯救但是還有八萬筆的遺失 我覺得這個 所在做的內容保存其實蠻有關係的 對,所以也想在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是如何實際的使用區塊鏈這項技術來做內容的保存 那這邊先提到的是區塊鏈的特色 那區塊鏈它其實有著被上鏈之後 無法被刪除下架的特性 而且只要一上鏈 任何人都可以公開的看到這則紀錄 所以它可以用來做內容的保存 像這邊就一個很經典的區塊鏈的備份的案子 就是北大約新事件 有人將一個不斷被下架被審查的公開信 透過區塊鏈的交易而上傳而記錄 右下角是它這則交易紀錄的QR Code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所以現在這則公開信 它可以永遠的保存在這個區塊鏈的交易中 讓任何人都可以查找而不會被審查 但是除了我們保存了文本的一些資訊之外 其實很多情況就像我們 都會想要保存一些多媒體的檔案 例如可能是照片、影片或甚至是網頁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使用一些其他的工具 那我這邊向大家介紹幾個 我們有在使用的工具 例如IPFS還有 IPFS還有 IPFS IPFS它其實就是一個 將我們的檔案路徑還有內容做成一個內容指紋 就是hash 然後透過B2B的網路 讓你可以去獲得這個離你最近的檔案 但是它有賴大家的共識分工儲存 越多人使用這個檔案會越安全 而且更容易更快速的能夠被下載 那AWF的話則是使用一種經濟模型 搭配其實我們現在儲存的成本越來越低 所以它可以做到你使用者只要支付一次的費用 可以永久的儲存這個資訊 這些都是我們在使用的一些工具 那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ISCN 這也是我們在使用的一個項目 那它其實就是可以整合我們剛剛提到的文本儲存 與多媒體儲存 首先我們先上傳這個我們想要保存的檔案的副檔 可能是照片 把這個照片透過IPFS或是RF 存起來然後獲得它的檔案的位置 hash 然後再去編寫我們所謂的ISCN的metadata 就是所謂的檔案資料 可能是作者時間地點或是很多的資訊 關鍵字 甚至是授權 當我們編寫完這些資訊後 我們再去把它註冊成ISCN 就是透過剛剛的hash加上我們的資料 把它註冊成ISCN上傳式區塊鏈 這樣子的話它可以永久的被保存 任何人都可以去查 而且它的註冊也是去中心化 所以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也沒有辦法被阻止的 這是我們申請ISCN的一個流程 其實像我們大部分用到的時機 可能會是需要上傳 那我們就會需要使用一些的腳本的工具 或是 呃 喂 那首先的話就是上傳 副檔 我們有使用一個叫做Pinata的檔案 工具 它是一個開源用Python寫的一個工具 它可以這樣大量的副檔去上傳取得hash 然後再利用hash的唯一性 只要你的檔案是有一點點不同 你就會上傳得到完全不同的hash 也可以來做版本紀錄的依據 那上傳之後我們可以再去編寫 CSV檔的table 喂 CSV檔的table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metadata 它可能可以有做一些相關 那當然 我這邊再提一個是stakeholder 它是一個比較特殊設計的欄位 它可以提供自動化分潤的功能 就可以產生類似NFT應用的可能 也可以在後續的應用上可以使用 那當我們已經完成這些以後 我們一樣要批量的去註冊ISCMR 所以還是需要用到另外一個工具 就是batch uploader batch uploader它可以把你的整個CSV去註冊 然後去一起註冊成ISCN 那這邊註冊完後 你就可以獲得一些相對應的ISCN紀錄 你就可以批量的上傳註冊 這些到我們的鏈上 那除了資料的儲存以外 其實我們覺得如果只是儲存資料這些實料 而讓這些資料沒有辦法被看到 其實是可惜的 但其實大部分的獲得都是透過瀏覽器 那這個瀏覽器其實是一個中心化 可以被控制可以被審查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就想說覺得除了去中心化的儲存以外 我們還需要去中心化的索引 像剛剛北大月星事件 雖然它已經被記錄在鏈上了 但是其實你很難透過一些關鍵字去找到那筆記錄 所以我們透過ISCN的特色 我們來做了一個ISCN Browser 就是ISCN瀏覽器 因為ISCN它我們有剛剛註冊的那些MetaData 可能包括關鍵字或是許多的項目可能作者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Indexter的設計 我們可以用這些字去搜尋去查找這個資料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已經有長期的參與者 目前正在進行 目前的話已經把API或是Indexter那些的設計完成 但是還在進行中 所以我們會朝著可以有關鍵字的功能來繼續進行 那其實除了我們DecentralHK以外 其實ISCN還有很多社群在使用 因為它是個開源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 這邊比較提起兩點 一個是depop.space 它是一個web3的去中心化推特 它可以讓你在發文圖的時候支付一點gas fee 然後去上傳你的文圖 讓它屬於你的錢包地址的人 而不是屬於官方的一個帳號 那另外一個APP是Numbers Numbers可以讓你在拍照後把你的照片用ISCN註冊 然後有一些其他的應用 社群例如LikeSocial Matters Starting Wordpress都有使用ISCN的工具 那至於在未來的話 我們認為IPFS 然後Apps Apps Operes 還有ISCN 這些東西 它其實是整合可以讓我們有 儲存以及搜尋的可能 所以它可以應用在不同層面 不僅是讓我們保存過去 它也可以讓我們在未來的一些 產出或是紀錄搜尋 那這邊是我們的Discord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跟我們討論 那這些一些開源的工具 我也附在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從GTV的網站 然後可以進去點選 然後可以使用 那我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